腰椎是人体脊柱的重要组成部分,承受着人体一半以上的重量。 现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出现了腰痛、腰椎肩盘突出等症状,这意味着腰椎蜕变正常年轻化发展。 人体腰椎及相关组织结构大约为20岁左右逐渐发育成熟,并随年龄增长,承受负荷加重而老化,出现腰椎蜕形性病变。 腰椎蜕变通常是一个缓慢的,进行性发展过程,其腿形成度与年龄关系较大,但其他因素也会加速老化进程。 一、过度负荷,尽管正常人腰椎肩盘,可承受600-700kg的压力,但如果长期处于350kg压力状态,则可使腰椎肩盘纤维还断裂,导致随和突出压迫神经,以发单侧肢体放射痛,形成蜕变。 二、不良体温,研究表明,人体质力时,第三腰椎肩盘承受压力负荷量约100kg,当腰椎想前去趋势,则可以到120kg,除在负重20kg,椎肩盘内压力可周升至340kg。 三、由此可见,在日常生活中,熟长时间腰椎前去,是比加重腰椎肩关节负荷导致蜕变。 三、慢性劳损,驾驶员等职业,会使腰部长期处于震荡状态,腰椎肩盘持续,反复受到高压冲击,形成慢性劳损,激发肤力导致腰椎肩盘水核突出。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,平时坚持有规律的锻炼,均衡的饮食,补充钙质核维生素D,定期股密度常规检查,都会有助于避免腰椎蜕变的发生。 用户可关注中国家庭报关为Lawaterating Body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